大家好,我是大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吃的牛肉大包子 先来和面团 1kilo的普通面粉 20克植物油 20克白糖 5克酵母 冷水520克 搅拌成面团 搅拌成面团之后,我们拿到案板上来,比较容易揉搓 面团多揉一会儿,一定要揉均匀,揉光滑,揉透 面团彻底揉光滑揉透之后,再放回到盆里面 盖上拉布等待发酵 等待面团发酵的时间,我们来准备牛肉馅 5个大蒜 1块姜 再准备10克的小沙林鱼干切碎 小鱼干切碎之后,用油稍微炸一下,拿来替代味精 再准备一把葱白 大概200克,切碎 切好放一边备用 5朵泡发好的香菇,切成丁 香菇切成丁,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开始炒馅 牛肉馅 500克 牛肉馅 500克 锅烧热后,倒入芝麻油 两勺 红葱酱 半勺 接着放入蒜末 姜末 还有小银鱼末 翻炒一下 切好了葱,放一半进去 葱稍微炒软之后,牛肉馅放入一半 先炒熟一半牛肉馅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包子熟后,里面的馅料就不会是一个团 牛肉馅炒到断生开始加入调味料 酱油两勺 老抽一勺 老抽一勺 来上色用 一点点辣粉 白胡椒 十三香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香菇丁 搅拌均匀 关火 炒好的馅料稍微冷却之后,我们装出来 把剩下的一半生牛肉馅加进来 再加入剩下的葱花 给你自己的口味加入盐 如果你吃的比较淡的话,也可以不用加,因为前面加了酱油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嗯,好香 搅拌均匀,放一边备用 里面全都是蜂窝状 接下来处理面团,按板上撒一些面粉 先给面团揉搓排气 面团多揉一会儿,一定要揉均匀揉光滑揉透 排好气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剂子 另外一半待会儿再做,然后一个个处理小剂子 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或者是玉米粉 我用的是玉米粉,因为我的玉米粉不知道拿来怎么吃 擀成一个边缘比较薄,中间稍微厚的饺子皮形状 然后包肉馅料 先包一个月牙形的,月牙形的比较简单 像包水饺一样 这样就包好了 像个大水饺 接着包一个圆的 整理一下,一个小包子生胚就好了 放入蒸屁 盖上盖子等待发酵 大概20分钟就可以上火蒸 20分钟后包子明显比之前大了一些 轻轻按一下能够马上回弹 这样就是发酵好了 开始上锅蒸 冷水上锅,水开之后蒸10分钟 关火后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这样我们的包子就蒸熟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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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